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自己平常每一天的情绪是怎么样起伏变化的 或者是如果以每周围单位 你从礼拜一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 你的情绪如果要画出一个曲线 它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最近读到一个研究真是太有趣了 在这边跟你分享哦 有两位康乃尔大学的社会学家 分别是麦克梅西跟史考特高德 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收集了84个国家 大概有240万名推特的用户 他们所张贴的推特的贴文 总共大概有5亿则以上 他们希望从这些资料当中去衡量人们的情绪 尤其是那些正向的感受 比如说像热情啊信心啊这些部分 和负向的感受 愤怒啊消沉啊愧疚啊 那这些正向跟负向的感受 是怎么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你听到这边你一定会很好奇 开什么玩笑 五亿则贴文它要怎么样去一个一个分析 所以呢他们自然不是用这种人力手工的方法 他们是把这些贴文丢进一个电脑分析程式里面 而这个程式的英文缩写叫做LIWC 中文的翻译叫做语文探索与字词计算这样的程式 这样的程式能够帮助这些研究者去分析评估每一个字所传递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于是啊梅西跟高德他们的研究结果就刊登在生育卓著的科学期刊里面 而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发现哦 人在清醒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模式 一般而言那些正面的情绪会在上午开始攀升 然后到了下午几句下降 到傍晚再稍微回升一些 不管这些发文的人是北美洲的人士 亚洲的人士 穆斯林 无神论者黑人白人或棕色皮肤的人 他们都没有区别 大概都是这个模式 于是呢在他们的研究结论里面就写哦 类似的时间座右模式横跨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地理位置 然后他们进一步也发现 在星期一或星期四的贴文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基本上周间的日子差别不大 到了周末会有一些差异 这个差异来自于正向的感受 通常会在礼拜六和礼拜天稍微高一点 可能是因为放假大家比较放轻松 然后上午的高峰期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开始的时间大概会比周间晚两个小时 这可能是因为多数人在周六周日都睡得比较晚的原因 但是整个曲线的模式基本上是相同的 当我读完这个研究的时候 心里就一直回荡着 每次我在教学的现场当中就会遇到很多人 皱着眉头跟我说 人啊真的好难懂哦 我真的搞不懂人到底怎么了 那其实在这些挫折感跟紧皱的眉头背后 他没有先了解一个人 只要他身为人类会有的一些共同模式 就像今天分享的这个研究一样 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模式 当你先从这种大多数大样本的共同模式了解起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此作为背景 抽丝剥茧回到每一个个人跟每一个个案的个别差异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所有的动物跟植物的研究里面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动物跟植物长在哪里 而这个环境背景是如何 这个环境背景当中的动植物族群 有什么样的共同性跟变化 接下来他们的差异 他们个别个体在各自不同环境底下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效果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做细一步的区分 甚至于你才能够去分辨哪些讯号是值得你研究的 而哪些讯号它可能只是某个时空底下的特殊个案如此而已 所以当你听到这边 如果你还是觉得人很难懂的话 那或许真的有必要你要帮自己安排一个 真正去学习人的模式 而人的模式就如同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研究 是从情绪状态跟每天的周期性作为研究的开始 那其实只要是人类当他的情绪有所变化的时候 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表情都有相对应的变化模组 你也可以把这个视作为共同的模式 当你先从这里了解起 自然你对人的判断就能够慢慢的依此而前进 其实熟悉我的课程的朋友就会知道 我在人际回应力的这门课 最主要的就是让你学会怎么样有效的辨识别人的情绪 透过正确的辨识别人的情绪 进而给予最适当的人际回应 所以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下来 我真的深刻觉得人并没有你我觉得的难懂 但是你一定要先懂他的模式是什么 只要是人类都会有这样的共同性 就好像是你看只要是鱼类 只要是任何植物都有它的共同性 先从这里了解起 那么你就会慢慢的明白 这千变万化的背后 它的根本脉络跟原因到底是什么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跟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齐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刚刚在内容当中提到的人际回应力课程 今年的最后一期是在12月12号开课 我很期待能够在齐点文化的教室里见到你 希望能够跟你一起攜手前进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你对于齐点文化的支持 我是凯宇 很多朋友问我 学习人际跟沟通一定只能靠上课或阅读吗 有没有别的管道跟途径 当然有 像是游戏 只是很多朋友一想到游戏的时候 会直觉地联想到一些团体活动 团康活动 你可能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参与这样的活动 会带给你很多的启发 比如说很多人就透过这些活动感受到原来团队里面沟通跟信赖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这些启发可能就仅此而已 所谓的仅此而已 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而是当你我都有一定的历练之后 你很清楚知道 这些启发距离到你在真实的人际 真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运用出来 仍然是有一段差距的 这段差距可能来自于你的状态跟你的对象的状态 你如何去做这些换位思考 更重要一点是除了大原则式的 比如说像信任 像沟通这样的认识之外 那有没有一些更细节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你跟他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跟影响 那这样子的部分跟这样子的理解 可能在一般的游戏当中是很难呈现出来的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们设计研发的这套桌游叫人际危机 这套桌游就是帮助你 能够透过很实际的角色扮演跟换位思考 最重要的关键是 透过很多的事件跟考验 让你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很快的能够进入到 在真实生命真实生活当中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跟效应 那事实上呢 推出到现在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跟喜欢 我在这边非常谢谢大家 但是我更清楚的知道 可能很多人仍旧有一点担心跟疑虑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买回家之后 到底会不会玩 而玩的过程当中 到底能不能玩出他其中真正深刻的意涵 所以我们都有开设一系列的桌游体验会 我在这边就是要做个邀请 希望你能够亲自来我们的桌游体验会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感受人际危机这款桌游 到底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深刻的认识 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体会之后 要进入到你的生活 要进入到你的团队 要让你的对象能够真正的认识 人际跟沟通的本质 我相信透过这套游戏 会是一个轻松简单 但是有效的途径 很期待能够在我们的体验会里见到你 欢迎你加入人际危机的世界 关于体验会的讯息 在我们影片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 欢迎你一起来到人际危机的世界 让你一玩就懂别人的在乎 感谢观看